公元695年 武则天的男宠薛怀裔纵火烧毁了没有完工的白马寺明堂 太平公主不但出面替母亲秘密处死了薛怀裔 又为母亲推荐了新的男宠张昌宗 驸马薛绍被刺死后 在母亲的安排下开始第二段政治婚姻的太平性情大变 不但拥有多位情人 而且开始在朝中发展自己的势力 这一时期的太平在私生活和政治野心上 为什么发生如此大的转变 在大唐的政治舞台上 她开始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太平公主不太平 第三集 太平蜕变 她是女皇武则天最宠爱的女儿 也是政治婚姻的棋子 她扶持两个哥哥登上皇位 也饱受了骨肉香残的煎熬 她主导多次政变 最后却输给侄子李龙基 丢了性命 一个公主 为何能干预朝政十多年 她卖官敛财 培持自己的势力 大唐制度和律法 为何拿她束手不策 太平公主的人生 为大唐及后世的皇权政治 又留下了怎样的影响 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 为您讲述 太平公主不太平的一生 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公元695年的一天 洛阳白马寺发生了大火 熊熊燃烧的大火烧毁了整个明堂 武则天大为震惊 派人撤查 竟然是人为纵火 是谁这么大胆 敢于烧毁一项再见的国家工程 很快 纵火案的调查结果出来了 肇事者是谁呢 是太平公主的叔父薛怀毅 薛怀毅也就是武则天的男宠冯小宝 他怎么就成了太平公主的叔父呢 白马寺被烧毁不久 薛怀毅被暗中除掉 据说呢 是太平公主的奶妈张夫人 带人出面处理了此事 在暗杀的过程中 太平公主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经历了驸马薛少被刺死 又在母亲的安排下 开始了第二段婚姻的太平 他的心里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呢 是否开始走上权力的最前台了呢 薛怀毅原名冯小宝 经兆护县人 也就是现在的陕西护县 民间呢有传闻 冯小宝是太平公主送给武则天的 其实呢不是 他呀原来是唐高祖李渊的幼女 千金公主的男宠 是千金公主推荐给武则天的 说到这儿呢 可能就有观众朋友要问了 那时候人怎么像物品一样送来送去啊 何况千金公主是谁 千金公主是唐高宗的姑姑啊 哪有道理这个姑姑送男宠给侄媳妇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 必须考虑当时的社会现状 在唐代的权贵阶层当中 送男宠或者是歌姬是一种社会风尚 男宠的性质啊 不过是一件讨人喜欢的物件罢了 那么男宠冯小宝怎么会摇身一变成了太平的叔父呢 原来武则天对冯小宝那是非常满意 但是怎么安置他 这是个大问题 从礼法上来说武则天是女人 在这时呢还没有正式登基 但是朝政大权在握呀 武则天不同于男性当皇帝 男皇帝可以有三公六院七十二妃 皇帝的女人呢 那都是有名号和品级的 也就是说呢 是有编制的呀 而且皇帝的女人之间 他还有一种晋升机制 从法律层面上来说 这些嫔妃呀 都是皇帝的伴侣 当然呢 也不包括皇帝偶尔随性 看上哪位美女 女人做皇帝根本就没有先例 当然不会有这方面的制度设计 所以啊如何安置冯小宝 令武则天呢是绞尽脑汁 还是太平公主啊 懂得他妈妈的心 就建议那母亲将冯小宝 安置于洛阳的名刹 白马寺 武则天一听 哎 这个主意是不错的 随即呢 就下令冯小宝出任白马寺的住持 当时武则天是提倡佛教治国 就让冯小宝呢 学习佛教经典 这样一来呀 既掩饰了身份 又可以陶冶性情 还培养了参政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 方便两个人优惠 为了掩人耳目呢 武则天将冯小宝的名字 改为怀意 刺性削氏 为什么要刺性削氏呢 我想啊 这里面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呢 太平公主的驸马是谁 是薛少啊 让太平公主呢 以叔父之礼 对待冯小宝 这样呢 就非常好的解决了备份问题 第二 薛氏那可是贵族啊 让出生于社会底层的冯小宝 摇身一变 成了人人羡慕的贵族 尽管呢 这个贵族的名号是山寨的 但是啊 有总比没有要好吧 薛怀义备受武则天的宠爱 可他为什么会放火烧掉当时的国家工程 而且还是自己督造的白马寺名堂呢 既然备受宠爱 他怎么又会被武则天狠心除掉呢 原来薛怀义本身就是个粗人 又不懂什么宫廷礼法 不但干出了很多荒唐的出格事 甚至都不把朝廷官员看在眼里 随着地位的提高 薛怀义竟然干出了打骂宰相的事 他的所作所为 自然让武则天非常失望 而这时武则天的身边 又出现了另一个难处 御医沈南求 随着武则天对薛怀义的不断冷落 薛怀义最终失去了理智 薛怀义心中的度火 最终变成了手中的明火 695年的那场明堂大火 彻底烧毁了武则天 对薛怀义最后的一丝怜悯 如何消灭薛怀义呢 这种见不得阳光的事情 让谁出头最好的 在这关键时刻呀 武则天想到了自己的女儿 太平公主 太平是如何帮助母亲这个忙的呢 暗杀薛怀义的过程 史书上是都有记载的 但存在着三个不同的版本 旧堂书薛怀义传记载 武则天 令太平公主则履历妇人数十 密房律之 人有发起阴谋者 太平公主如母张妇人 令壮士妇儿亦杀之 以撵车载尸送白马寺 这段记载很明确呀 就是太平公主呢 暗地里培训了数十名的壮妇 以防万一呀 其中呢是以太平公主的乳母 也就是奶妈张妇人来领衔 暗中刺杀了薛怀义 随后呢 就用撵车将薛怀义的尸体 送到了白马寺 自治通鉴卷205记载 武则天使建昌王武幽宁 率壮士殴杀之 送施白马寺 这简单的两句话呢 跟前面的记载啊 是有所出入的 从这个记载呢 我们看出 太平公主好像是没有参与此事 出面的人是谁呢 是武则天的娘家人 建昌王武幽宁 新唐书记载 武则天密召太平公主 则建父父之殿中 命建昌王武幽宁 降座大将宗晋青 率壮士击杀之 以北车载施还白马寺 很显然呢 新唐书的记载是更为详细的 太平公主呢 命令奶妈张夫人 率领壮父将薛怀义捆绑 然后由建昌王 武幽宁等人将其杀死 事情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 旧唐书 新唐书和自治通鉴 这三部史书的编转时代和背景 是不一样的 编转者呢 所依据的材料也不尽相同 不同的个人喜好 而导致的对材料的取舍呢 也不完全一样 我们只有尽可能的参照 不同的版本 才能够更接近事件的真相 在暗杀薛怀义的过程中 聚于幕后的主导者是太平公主 而出面的人 必定是太平最信任的人 谁呢 长期服侍在太平身边 而且身体呢 比较强壮的奶妈张夫人 就成为最合适的人选 张夫人在把薛怀义五花大网之后 迅速的将他处死 运送尸体的过程呢 是有接力的 武则天的娘家人五优宁 运用北车 把薛怀义的尸体 送到了白马寺 薛怀义啊 在白马寺出家 又在这里找到了永远的归宿 不管是哪种版本的记载 薛怀义最终是被秘密处决了 那么武则天 为什么要让太平替他秘密处理此事 而没有按照当时的法律 进行公开审理呢 如果进行公开审理 薛怀义的纵火行为 会被处以急刑吗 唐律对于纵火罪 又是怎么规定的呢 唐律对纵火罪的规定比较详细 比如说呀 见火起不告救 在这条路中就规定 如果是有人看到起火了 而没有主动呼救并灭火的话 那么就要被吃三十下 在唐代你不见勇为都不行 薛怀义犯的是什么罪呢 这个罪可言重啊 是烧官府及私家设宅罪 这条犯罪处罚的起点是多少 是图三年 而且如果造成的损失达到了五匹捐的话 那么就要留两千里 如果造成的损失达到十匹的话 就要处于绞刑 那就是死刑啊 薛怀义烧掉的 那可是国家再建的形象工程 造价是达数万匹 当然要处于急刑 之所以啊 没有按照固定的法律程序 将薛怀义定罪 而是将他呢 立即暗杀 我想啊 这应该是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 他是武则天的男宠啊 这个身份多多少少是有点尴尬的 如果来审的话 恭维之密 岂不是大白于天下 第二呢 我想啊 这应该是武则天的授意 只有斩立绝 才能够烧解武则天的心头之恨 在处理薛怀义的这件事情上 武则天没有丝毫有 而是果断干脆 因为此时的武则天是站在一个帝王 而不是普通女人的角度处理问题 他首先考虑的是政治需要 如同他之前刺死太平公主的驸马薛少一样 不是从一个母亲的角度出发 而太平之所以能够在经历丧 夫之痛后修复跟母亲的关系 应该是他接受了母亲作为帝王的权威 武则天的杀伐决断和处理问题的方式 或许也在影响着太平 从消灭薛怀义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看出啊 太平公主跟朝廷政治的关系 他呢只是在幕后参与谋意 而基本上没有公开露面 只有当母亲遇到棘手 却又难以启齿的难题时啊 他是母亲最贴心的小棉袄 他和母亲的关系 是他的哥哥们无法比拟的 薛怀一死后 太平公主将美男子张昌宗推荐给了母亲 从这点来看 太平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应该很亲密 或许在薛少被刺死这件事情上 他已经和母亲达成了和解 并接受了母亲为他安排的政治婚姻 可在此期间 太平的情感却开始变得放纵起来 除了当时的社会风起之外 到底是什么让太平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呢 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继续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太平公主不太平 第三集 太平蜕变 薛怀一死后 武则天身边的男宠就只有沈南求 但是史书上记载啊 是非常模糊的 也许他们俩的关系呢 只是维持了非常短暂的时间 昙花一现 太平公主特别了解母亲的心思 母亲是谁啊 那是一位多巴胺分泌过旺的女性啊 虽然说已经七十多岁了 但她的心理年龄毫无疑问是属于少年 因此呢 太平公主啊 投其所好 主动把自己身边的男宠张昌宗 推荐给了母亲 张昌宗有多美呢 《野史》上的记载是这样的 年静若惯 郁冒雪夫 眉目如画 通体雪艳 毫无瑕疵 瘦不露骨 风不垂雨 这种长相确实很讨喜啊 属于二十多岁的少年 独有的青春之美 武则天呢 对张昌宗呢 是非常非常的满意 张昌宗呢 顺势把自己的哥哥张一芝 也介绍给了武则天 这哥俩啊 共同侍奉女皇 后世对于武则天拥有男宠的问题 评价多集中在女皇的荒淫无度上 事实上 对于七十多岁的武则天来说 男宠的意义 也许更多是对男权社会的宣誓和挑战 而用女儿为母亲来挑选男宠 也充分说明太平和母亲之间的亲密 绝非太平的哥哥们可以相比的 通过进线男宠这件事情 太平又在母亲面前立了一功 那么正身处在第二段政治婚姻的太平 她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呢 她的私生活啊 变得是异常开放 根据当时坊间的传言 与太平相好的情人啊 那是不计其数的 史书明确记载 太平的情人呢 有三位 第一位呢 是胡僧会散 这是一位续资千万的有钱人 既会念经 又会发财 身份还非常的特别 是一位外来的和尚 另一位呢 是崔石 崔石的爷爷和父亲 均为高官 后来官至宰相 相貌堂堂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私是太平公主 三是四里城 高检 那么太平的生活方式 为什么变得如此放荡呢 这除了当时的社会风气之外啊 到底是什么 让太平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 太平公主第一次婚姻的时候啊 是她的父亲的意愿 让她嫁给了自己姐姐的儿子 薛少 这也是钟表婚的典型模式 她的目的呢 就是政治联姻 为了加强 礼堂皇室的力量 可以说啊 这时候的太平 是父亲手中的一枚棋子 我想啊 太平公主 跟英俊潇洒的薛少 在享受美好生活的同时 也渐渐体会到了 为人妻子的幸福 可是呢 政治的风波波及到了 无辜的薛少 在第一任丈夫死于非命之后 太平绝望过 抗争过 哭泣过 但是 武则天的权威是绝对不能挑战的 后来 她又在母亲的授意之下 嫁给了武家的人 武幽济 作为母亲手中的一张王牌 太平公主的第二次婚姻 也不能自己做主 她再次成了政治联姻的牺牲品 也许啊 正是由于婚姻的不由自主 使得太平的心情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化 既然在婚姻方面得不到满足 情感上的放纵 也许正是一种无奈的宣泄 也或者说 是对母亲之命的叛逆 如果说薛少之死改变了太平公主 那么从此太平感受到了权力的威力和魅力 作为武则天的女儿 她的个性应该有与母亲相似之处 史书上记载 武则天对太平公主的评价用了两个字 累积 这包含了两层意思 第一呢 是说太平的相貌长得像妈妈 第二呢 是指太平的性格像妈妈 聪明 强势 砖断 雷厉风行 对点啊 在太平日后的生活中 日益显露出来 太平在私生活上的放纵 也不仅仅是出于情感的失落 她已经开始为自己编织一张权力的网络 后来在太平权势最盛的时候 出现过这样的评价 宰相七人中 有五人出自太平公主门下 崔石就是其中的一位 连宰相都是她的枕边情人 从本质上来说呀 这些情人也是太平公主发展势力的一部分 她是女皇武则天最宠爱的女儿 也是政治婚姻的棋子 她扶持两个哥哥登上皇位 也饱受了骨肉香残的煎熬 她主导多次政变 最后却输给侄子李龙基 丢了性命 一个公主为何能干预朝政十多年 她卖官敛财 培持自己的势力 大唐制度和律法为何拿她束手不策 太平公主的人生 为大唐及后世的皇权政治 又留下了怎样的影响 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 为您讲述 太平公主 吴太平的一生 敬请关注 与母亲性格相似的太平 渐渐显露了她的政治天分 并开始培养自己的势力 从被动的被政治裹挟 到主动的追逐权力 太平开始一步步走上政治的前台 或许拥有更多的权力 才能让她心安 从这点来看 薛绍的死 就是她人生的一道分水岭 太平给母亲推荐男宠 也许不仅仅是为了讨得母亲的欢心 甚至有可能 是为了在武则天身边 安插自己的耳目 但是张昌宗在得宠之后 并没有对引荐自己的太平 知恩图报 两个人反而结下了梁子 这也给日后张昌宗兄弟 被除掉埋下伏笔 这又是为什么呢 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 继续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太平公主不太平 第三集 太平蜕变 张昌宗得宠之后 那可不得了 他跟哥哥呀 顺利官至中郎将与少卿 势力呢 是如日中天 权倾朝野 后来啊 武则天还别出心裁的设立了贺奸 张义之任控贺奸 他的弟弟张昌宗任秘书奸 张昌宗张义之通过 合理的洗白自己的身份 插手 朝政事务 那么张昌宗和张义之兄弟 在得宠之后 对于引荐自己的太平公主 有没有知恩图报呢 好像没有 而且他们应该还接了梁子 导火索来自于太平的 第三位情人 四里城 高俭 关于高俭呢 我们知道的并不多 自知通鉴是这样写的 太平公主之所爱也 就这么一句话 正是这位高俭 成了太平参与神龙政变的诱因 在九世元年 也就是公元的七百年 在敌人节死后 魏元忠当了宰相 在长安三年 也就是703年的九月 张义之诋毁魏元忠 欲司力成高俭谋反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一年呢 武则天已经80岁了 张义之呢 因为跟魏元忠有过节嘛 害怕一旦女皇不在了 就会被魏元忠除掉 他呢 便想利用女皇之手 杀掉魏元忠 史书这样记载 张义之兄弟跟女皇说 魏元忠欲司力成高俭 司翼陛下 说的什么内容呢 说皇帝老了呀 不如赶紧立太子继位 武则天平生最恨的 就是谋逆之事 这魏元忠性格刚烈 曾经辅佐个太子 又对他呢 宠幸二章这件事啊 一直秉持反对的态度 张义之这么一说 武则天还真的有点 半信半疑了 但是魏元忠是当朝宰相 武则天觉得这事呢 也不能轻易的就下结论 于是就命令 皇太子李显 相王李诞 和诸多宰相一起上朝 让魏元忠与张义之当朝对峙 张义之当时的态度是非常蛮横 但也没有证据啊 这几次对峙下来呢 都定不了案 张义之将诬告不成 便找到了年轻的奉格摄人张月 对张月呢 是许以高官厚入 让他作伪证 张月当时也就三十多岁 平时呢 跟张氏兄弟呢 关系非常好 再加上啊 有高官引诱 就同意了作伪证 张义之以为胜券在握 但没想到啊 张月在上朝之后 态度反反复复 先说魏元忠和高检谋反 后来呢 又说张义之诬告了魏元忠他们 这是怎么回事啊 原来啊 张月刚开始 在张义之的诱惑之下 确实作了伪证 但后来呢 很多正直的同僚都劝他不要作伪证 他呢 才勇敢地揭露了张义之 诬陷魏元忠和高检的真相 张月的反复啊 让多疑的武则天更加深意 最终呢 还是将魏元忠和高检处罚 流放外地 眼看着自己心爱的情人高检被流放 太平公主对张氏兄弟 心中那一定是充满了恨意 打狗还得看主人 你不念自己的举荐之恩也就罢了 你还咬我一口 这笔账一定要算 如果说这件事让太平在心中记下了张氏兄弟一笔恶账的话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不是私人恩怨那么简单了 随着张氏兄弟的日益嚣张 一场巨大的风波正在酝酿之中 当自己敬献给母亲的男宠啊 成了黄犬的潜在威胁的时候 太平公主能够袖手旁观吗 作为大唐公主 李家的子孙 她该如何维护大唐的江山设计呢 我们明天接着讲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再见 一场突如其来的宫廷政变 让毫无准备的武则天被迫退背 无奈地将皇位交给了第三个儿子李贤 那么太平在这场政变之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明天的节目里 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 为您解读系列节目 太平公主不太平 第四集 逼母退胃